你这不是想要私奔吗 我就是要跟你一起私奔呢 什么 如果你不带我离开这里的话 我就告诉我爹 说你想非礼你 爹 这等好事可不是谁都能遇到的 而崇八却是一副无奈的样子 托雅用之前的约定相要挟 崇八只好答应带着这个刁蛮小姐私奔 说走就走 托雅连行李都准备好了 崇八说自己还没准备呢 没关系啊 我给你买新的 不是 崇八又说要回去告诉马秀英一声 托雅一听 一把拽着崇八连夜就要走 这时陈有亮正好听到了二人的谈话 随后也跟了上去 第二天 哈马太尉得知女儿逃跑了 而且那个臭头小子也不见了 一气之下 就派人将马秀英和镖叔给抓了起来 并命令手下全力搜捕 崇八和托雅逃到了一座破庙 托雅此时小鸟一人的拿出烧饼给崇八 还准备对崇八表白 怎料陈有亮这时跟了起来 托雅看到后一脸的不乐意 陈有亮说你们这一走 可就给黄爵寺带来麻烦了 崇八一听立即担心起了马秀英 马秀英 马秀英 难道你心里就只有马秀英吗 其实我对你 你什么 难道你喜欢的是 是他 不是我 这时官兵追了上来 三人也顾不上掰扯儿女情长了 还是赶紧跑路要紧 官兵进来发现了地上未吃的干粮 就料定他们没跑多远 于是赶紧跟着追了上去 三人一路狂奔到了山里面 躲在了一块陡峭的山丘下面 他们眼看就要被官兵头领发现了 机灵的崇八捡起一块石头往另一边扔去 官兵听到声响后急忙追了过去 三人又一次侥幸地逃脱了官兵的追赶 他们来到一处河边 还龙火搞起了烧烤 崇八此时也不像自己的马皇后来 和拖雅热乎的样子 把一旁的陈有亮气的半死 这时从远处传来了官兵的声明 他们怕烟火和烧烤味引来官兵 崇八赶紧将柴火扑灭 陈有亮随手将烤鱼扔进了河里 托雅说陈有亮是猪脑子 那烤鱼会浮起来的 这样以来我们的踪迹会被发现的呀 陈有亮看着漂浮在水面上的烤鱼 情急之下就祈祷老天爷 说如果我真的是真命天子的话 就让这条鱼儿活过来吧 崇八听陈有亮自称真命天子后 一时不解何意 接着也学起了陈有亮开始祈祷 鱼儿鱼儿 求求你快活过来 快活过来吧 怎料崇八话音刚落 水中的烤鱼居然真的活了过来 陈有亮还以为是自己那一句话 让鱼活过来的 就认为自己是真命天子 此时藏在暗处保护陈有亮的刘伯温 也看到了这一幕 于是更加认定陈有亮就是真命天子 崇八三人刚离开河边 官兵就追了过来 刘伯温也紧随其后 三人被一路追赶又跑进了山里 刘伯温见官兵穷追不射 就在官兵前方施法 设下了一道隐形墙 官兵追赶到此一下撞了上去 小兵们听此吓得撒腿就跑 三人逃到了一个山洞 陈有亮说自己出去找吃的 拖鸦见电灯炮出去了 便正是向崇八表白 没想到遭到了崇八的拒绝 崇八说自己只是个邋遢的穷小子 还是个臭头 怎么配得上你这个千金大小姐呢 你我完全就是两个世界的人呀 我们根本不可能在一起的 而且我已经有了马秀赢了呀 本就刁蛮任性的拖鸦听到这里 一时难以接受 伤心的跑了出去 没想到刚好撞上了豹子精花容 这时崇八也跟了过来 豹子精见仇人自己送上门了 就露出了阴险的笑容 吓得崇八问豹子精要干嘛 不要把你大血八块 好好饱餐一顿 注意看 猪崇八太牛逼了 居然一箭射穿了把心 更意想不到的是 射中了无理之外的豹子精 如今豹子精要把他大血八块 饱餐一顿 崇八说我和你无冤无仇 你为何要这么对我呢 豹子精气急败坏地说 你那一箭使我损失了百年的导航 今天非要杀你不可 说完一掌机了过去 怎料把拖鸦给打晕了 崇八怕再伤到拖鸦 就将豹子精引向了另一处 还一边跑一边喊着挑衅话 豹子精抓住崇八后 狠狠给了一掌 还将其扔下了悬崖 豹子精见大仇一报 开心地狂笑了起来 恰在此时 耳边传来了刘伯温的声音 豹子精立刻变成了花容装扮 问刘伯温昨天为什么失约呢 刘伯温解释说 自己失约是因为要保护真命天子 陈有良 还说当今天下大乱民不聊生 只有真命天子 才能推翻袁庭拯救世人 花容想和刘伯温走得更近一些 便说自己也要为天下百姓出一份力 刘伯温听后非常感动 就同意了花容的想法 这天黄爵寺来了两位侠女借诉 他们从两个和尚口中得知 当朝的哈马太尉也在此赞助 对袁庭恨之入骨的良姐妹一听 便决定寻机杀了哈马太尉 此时的哈马太尉以为是 猪崇八拐走了自己的女儿 愤怒之下要杀了马秀英和标树 正当要动手的时候 两姐妹跃窗而入 打得哈马措手不及 怎料打斗生引来了更多的援兵 姐妹俩见自己势单力薄难以抵御 只好先行逃离此处 哈马命令手下全力追杀刺客 经此一闹 哈马便把马秀英和标树先关了起来 二人自知性命难保交几万分 秀英突然想到了 韩林尔相赠的逃生锦囊 标树赶紧让拿出来看看 秀英从秀兜里掏出锦囊 打开后发现里面有一道灵符 上面写着 玉籍难则焚化此符 二人看了一脸疑惑 标树拿着蜡烛 秀英点燃了灵符 没想到灵符燃尽的一刻 二人瞬间消失 随即出现在了郊外 标树见有家不能回 于是和秀英商量 去豪州投奔秀英附近的好友郭子星 刺杀哈玛的两姐妹被援兵一路追杀 逃跑途中妹妹和姐姐走散了 这时在山崖下正好遇到了朱崇八 她看崇八还有呼吸 好心的姑娘便将她带到一处破庙 将其救活了过来 二人一番对话后 崇八知道了面前的姑娘叫沐云 并且从沐云口中得知了 标树与秀英的处境 就急着要回黄觉寺找秀英和标树 怎料这时援兵追了过来 二人赶紧躲到了桌子底下 官兵看到了桌下的一条腿 随即就拔刀上去掀开了桌布 结果看到的却是两个识人 援兵撤走后 沐云一脸疑惑 说刚刚真是奇怪 他们明明看到了我们 为什么说我们是识人呢 崇八转头看了看身后的弥勒佛像后 说可能是弥勒佛在保佑我们吧 随后二人便商量一同前往黄觉寺 托雅这时还在满山遍野寻找崇八 这时好色的白云突然出现 托雅吓得一路逃窜 白云施法将其迷晕了过去 准备扛回山洞里玩耍 途经此地的刘伯温和花蓉突然出现 白云自知不是刘伯温的对手 瞬间逃之夭夭 刘伯温将托雅托付给花蓉照看 一个闪现便追了上去 很快就追上了白云 白云吐出红球想偷袭刘伯温 刘伯温飞身一跃躲过了红球 紧接着抛出弥勒佛的法宝乾坤袋 白云见此又响溜 可怎么挣扎也无法逃脱 刘伯温说你若能真心悔改我便放了你 白云这时只能认怂说自己知错了 刘伯温便收回了乾坤袋 怎料 刘伯温给白云套了个金箍 紧接着念起了咒语 白云瞬间感到头痛一裂 疼得倒在地上直打滚 刘伯温说这叫无定金环 是我在天书上参得的高深法术 只要我一念咒语 这金环便会收作 会使你痛不欲生 如果你能真心忏悔永不为恶 我便放了你 白云说只要你不念咒 我什么都答应你 刘伯温这才停了下来 主人 主人 不错 白云说我在洞里看管天书时 无定禅师说过 如果将来有人能念无定金环咒 那那个人就一定是我的主人 说完还求刘伯温收下自己 刘伯温思索片刻后便答应了下来 让其留在身边半座书头 专心修道 一起辅佐真命天子 他日必能修成正果 谁主人 再看韩伦儿这边 他出门游历路过一户偏提人家 就想着在此借宿一宿 却看到一个老伯孤单的坐在门口 地上还躺着个人 韩伦儿不知何故便上前查看 怎料这人突然起身袭击 韩伦儿将其控制住后质问一旁的老伯 说我并无恶意 他为何要如此对我呢 老伯说这是我的儿子 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抓伤了 像个死人一样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但有人动他 他却会反击 还下跪求韩伦儿救救自己的儿子 韩伦儿见老头挺可怜 就上前先点了定决 随后通过一阵把脉证事 说您儿子确实已经死了呀 老伯听后悲痛万分 到了晚上 韩伦儿四处观察 发现一幕屋里有个黑衣人 正在向两个村民撒着白色粉末 接着一阵施法后 两个人就好像被操控了似的 这时黑衣人警觉到了屋外有人 便拿起笛子吹起了碧海潮声去 一群活死人突然出现攻击韩伦儿 而且这些活死人怎么打都打不死 韩伦儿见此只好先逃走 第二天韩伦儿将此事说给老伯听 老伯说这里太危险了 让韩伦儿尽早离开这里 韩伦儿说自己是白莲教的圣童 是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 到了晚上 韩伦儿又来到木屋一探纠结 发现有个人被绑在柱子上 韩伦儿查看发现还有脉搏 便想唤醒此人 怎料这人缓缓地抬起了头 突然吐出一口烟雾 韩伦儿瞬间被迷晕了过去 同时黑衣人走了出来 过了一夜到第二天 韩伦儿慢慢清醒过来 才知道自己重疾了 还被银针封了穴道动弹不得 黑衣人本想杀了韩伦儿 但知道了韩伦儿是白莲教圣童 就想留着日后为自己所用 随后给韩伦儿吃下了一颗丹药 这时韩伦儿师父红燕突然出现 红燕第一时间逼出了徒儿身上的银针 接着上前和黑衣人打斗了起来 黑衣人也就会点妖术 拳脚功夫跟红燕比就差远了 自知打不过便拿出笛子吹了起来 韩伦儿逐渐失去理智 突然一掌打在了师父身上 接着不停地攻击师父红燕 红燕看徒弟被黑衣人操控 又不忍心伤害徒弟 只好推开先跑了 怎料韩伦儿不依不饶地追赶 师徒二人追跑到了树林里 红燕试图点穴控制住徒弟 但无济于事 他只好施法将其定住 然后带到了一个偏僻之地 试图用内功逼出徒弟体内的毒素 可韩伦儿的气息越来越弱 红燕只好拿出自己炼制的毒药小龙丹 给徒弟服下 这小龙丹可是具有剧毒的毒蛇所炼制 红燕希望能通过小龙丹以毒攻毒 没想到韩伦儿居然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经此一劫大难不死 乃是上天庇佑呀 红燕更加认为韩伦儿就是真命天子 为了摸清黑衣人的来历和目的 师徒二人还拟定了一个计划 夜里韩伦儿假装来木屋找解药 黑衣人又一次将韩伦儿拿下 到了白天 红燕来到木屋要人 黑衣人便要求红燕帮他杀了白莲教主 韩山童和又护法刘福通 如不答应则杀了韩伦儿 红燕问黑衣人到底是谁 韩山童和刘福通什么地方得罪你了 你会如此痛恨他们呢 我和白莲教有着不共败天的血海深仇